要用的工具很簡單 有釘書機、剪刀和一些文件夾 做一個立體的花要10個勒士風 形狀最好是用這種短款 第一步是將5個勒士風的底部 用這些文件夾連在一起 每個勒士風底的左右兩邊 都夾著另外兩個勒士風 夾好後便會變成這個五反形狀 將整個形狀向下壓平 押的時候用手指將這個位置 押成一個三角形摺痕 儘量將每一個三角形的角度都押成一樣 5個勒士風都大概押到差不多的三角形後 就加深個摺痕 小心感測其中一個文件夾下來 左手固定著勒士風不要讓它走位 在這個摺痕上面用釘書機釘一下 粒釘要剛剛好踏在摺痕上面 釘好一個位置才拆下一個夾 釘好五個位置後便已有一朵花的形狀 這款勒士風連底部都很漂亮 學會作品看不到 拿把剪刀出來 每兩個勒士風的連接位都會有一個凸出來的三角形 剪刀就在這個摺痕再上一點的地方 大約雙隔兩mm左右 剪一下 千萬不要剪到摺痕和釘位 更不要將這個三角形剪斷 將這個三角形再分開一半 都是不要剪斷 一個細三角形就剪成兩個更細的三角形 每一邊的做法都一樣 全部剪好之後 一共有二十塊細細長長的三角形 先處理靠近底部的三角 每個勒士風的左右兩邊角 拿一個三角形 將它們合在一起 尾部用釘書機釘一下 用手指把這個水滴形狀 弄得脹腹腹一點 再轉到下一個位繼續做這個動作 將頂部兩片合在一起的三角形分開 將裏面向上反出來 這樣踏上去 再用釘書機釘緊 再來打開 反上來 踏上去 然後釘緊 完成五對三角形後 花心地方完成 將尾士風頂部的兩個直角 向底接兩個三角形 正面看起來就變成一個梯形 一朵花的形狀就已經做好了 已經可以用來直接做裝飾 又或者多做一朵一模一樣的花 將它們背對背地搭在一起 用花瓣頂部的細三角形位置做一個接合 用釘書機將它們一對對地釘起 兩朵單面的花合在一起就變成一朵立體的花 將尾士風的表面屈下它 令它看起來更加膨膨膨 可以穿一條紅繩在其中一塊花瓣上 這樣它便可以做一個掛飾了 這就是掛在家的效果 如果貼在門上做裝飾的話 用其中一塊花就可以了 將Burtek 貼在每一塊花瓣上的細三角形 花的背面不用黏得那麼貼 留下空位做一個半立體的效果 什麼好門一樣 Purtek 貼在能 Fac utilise 可能這個 Johann Quart 想更加膨膨膨膨! 寬endar